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片的白饭 但是每个地方都烟饱了 我们从这家汤泡饭吃完了 我的天哪 我在这家汤泡饭店吃到了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泡菜 然后我第一次吃到了正宗的大酱汤 真的超级好吃 口味层次非常的丰富 推荐大家要来 然后我们从这家汤饭店出来之后 发现整个市场就空了 这家市场真的是到九点钟 就停止营业的空空荡荡 只剩下旁边有租店铺的店家 还有坛味可以在外面 沿边第一站水上市场 太棒了 真的是我这么几期美食Vlog以来 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地方 带带尿来 沿吉人口有57%都是朝鲜族 沿吉这边以前被日本人占领过 其实是最后一批解放的中国地区 真的超级的寒冷 好暖和好暖和 宝宝们干杯 看这个面包 我手捏了这个地方给大家 已经捏软进去了 这个面包还是很热的 非常的脆 然后甜甜的 哎好吃 有咖啡味 从空中美国 叫老鼎棒 超级的 棒就是它面包的意思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 中朝的关系 听好的 所以不受到 来来来 罗主席 对 面对疾风吧宝宝们 我们现在从咖啡厅出来了 对 刚才一同二不住 读出了这个拌饭的韩语 然后说我们应该到了 结果果然 泉州拌饭 中枝皮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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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枝皮狗 一看就是常宝时刻地 拌得超级 我觉得ée 법你拌得很好 它这个酱很好吃 就跟北京那种 连锁客 Selby 돼ицά不一样 味道不会那么有 task 很超棒 再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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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颜六色五颜 晶莹听透 肉是挺紧的 有点像秋刀鱼那种感觉 新鲜的食材 来一口 早上一同买了黄瓜 为了今天的美食 干杯 这家拌饭店也超级好吃 我的天哪 为什么延吉的东西这么好吃 泉州拌饭店 现在是延吉的四点钟 韩国的咖啡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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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的东西 好处 好处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分 面对疾风吧宝宝们 我们又出来找吃的了 我们要出来吃烤肉 我们现在在牛街 昨天坑了我们的司机大哥 跟我们说晚上这边有很多吃的 那我们去找找看吧 我们要去吃一家烤肉店 来东北 前面这一家叫做鲜牛街的烤肉店 为什么我们最近 就是一说要吃哪一家 然后就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 先牛街烤肉店 中国小鲜猪烤肉更好吃 然后再一块辣椒醇 想起来的话是多分的辣椒醇 然后再拿这块小鲜肉 然后去蘸这个黄豆酱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抽糖配点烤肉 你夹的东西真少 我每次摘一大堆 我还喜欢吃羊肚 因为生的羊肚 太绝了 你把它夹在你的菜里面 然后吃烤肉 哇塞 加上一块的猪肉 然后加上蒜拌的羊肚 我的天啊 鲜肉 小点声音 不要吵到依童 他烤完了这么多肉之后 他好像已经睡着了 面对疾风吧 宝宝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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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完了 我们吃完了 然后感觉 然后感觉 撑到了 来东北 请一定要记得戴帽子 东东湖就因为忘记戴帽子 现在头疼 微信的那个最新的表情报 就是我 头裂开了 好 大家晚安喽 Waasminasai